我是道哥 我是摩尔 道哥 摩尔 道哥和摩尔 生活安全耳朵 摩尔 我这里有一个谜语 要不要猜猜看呢 好呀好呀 你说吧 我肯定能猜到的 两把扇 在两边 摸得着 看不见 猜猜我说的是什么呀 我猜出来了 小朋友们 和我一起说出答案吧 耳朵 你们可真聪明 都答对了 有情况 有情况 我们快去看看 发生了什么事情吧 咯咯咯咯四回书开始了 耶 佳佳琪琪快看 小咕咚出来了 小咕咚出来了 小咕咚 我好喜欢你呀 我好喜欢你呀 啊 琪琪 小咕咚也好喜欢你呀 小咕咚 我耳朵有点痒 啊 是这里吗 我帮你搓一搓 不是 是耳朵里面痒 里面痒 那小咕咚用手指给你掏一掏好吗 摩耳 为什么喊停了 耳朵痒 掏一掏就好了 道哥 你又糊涂了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 我们可以用手指掏耳朵吗 不可以 随便拿耳朵 会伤害到耳朵 哇 答对了 养的话 可以像这样轻轻揉一揉 还养吗 不养了 谢谢妈妈 不客气 你们继续看电视吧 我们很快乐 快乐快乐 快乐快乐 快乐 跳舞了 快乐 我们把声音放大点吧 握握手 一起拿声说明 姐姐 声音是不是太大了 声音大点唱才好玩呀 小朋友们 我们在看电视时 可以把声音调得很大声 还是调到适合的音量呀 应该调到合适的音量 对了 声音调得太大 如果她会伤害耳朵的 开手 一起大声说明 你好 一起快乐 舞蹈 哟 哟 倒哥 这次又怎么了 我们可以做耳朵保健操 让老师教教我们 小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小鱼老师 今天我要教大家做一个耳朵保健操 请小朋友们伸出双手 和我一起来做 提拉耳间 上下按摩耳轮并向外拉 下拉耳锤 按压耳窝 小朋友们记住了吗 平时要按护耳朵多多练习哦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都学到了什么呢 知道就和我们一起唱吧 耳朵耳朵很重要 不高不高保护好 声音大 要调小 请坐护耳保健操 宝妈不能随便掏耳朵 居然会伤害到耳朵 看电视的时候不能 生日放了太大会伤害到耳朵的 我学会了耳朵保健操 我们要爱护耳朵 我是宝哥 还有我 我是宝儿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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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